好来 大家看这一个Graphon Ball的这一个 第22面 So它的这一题呢 它要我们把那个0.5米图40cm写成simplesform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这个0.5米图40cm的时候 我要把单位换一样 所以我这个换成cm的时候 它会变成50cm图40cm 然后它就会变成5比4 记得我们在写ratio的时候是没有单位的 然后接着的这一题的时候呢 它这一边就有3 1.8 然后3.5 3.5我可以直接写3.5 其实我也可以写0.6啦 然后我有5P跟Q So在这一边我交加成 所以我的P会是5乘1.8除3 OK So我用计算机按5乘1.8除3的情况之下 我拿到的是3 所以我的P会是等于3 然后接着呢 我要找Q的情况之下 我交叉成 所以我的Q呢 会是等于3和5 乘以5 然后再除以3 越越 然后答案是1 所以我拿到我的Q会是等于1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题 它说它是一个等辨三角形 它的parameter是21cm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说那一个PQ OK to 那个QR 是2 3 PQ to QR 是2 3 OK 然后它说它这个是 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 我PQ 然后还有那个PR 还有QR OK PQ是2 QR是3 这是它的比例 然后可是我知道PQ跟PR是一样 所以它这一边也是2 然后我的那个parameter的情况之下呢 是21cm parameter是这三条全部加起来 所以2加24加37 OK 所以它现在要你找PR的长度 所以我要找PR交叉成 所以我的PR会是等于21乘2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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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所以我拿到的是6 so我要检查答案的情况之下 我知道这边是6 这边是6 然后过后我用那个 21减掉6 再减掉6 OK 也就是21-12 OK 然后我拿到的是9 所以这边是9 然后我的这个PQ 2QR呢 就会变成6比9 也就是2比3 所以它是正确的 OK 所以我的答案是PQ是6cm OK 好 然后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 个币的这一题 so Jacky呢 她 呃 签权给LMM 然后过后呢 LMM这一边呢 它就有这样说这些 info给你说 so L 是Quarter of the money of the money that她 donate OK 40% of the money that Jackie donate so Quarter呢 其实是四分之一的意思 四分之一呢 乘100%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25% 然后她没有讲N是多少 可是我知道全部加起来是100% 减掉25% 再减掉40%的情况之下 我还剩下35% 呃 对35% OK 你不确定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用100 来减掉25 再减掉40 然后你会拿到35% 对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是要你state the ratio manage L to M to M 的情况之下 我们L to M to M 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是25% 然后另一个是40% 这个是35% 都是5的倍数 我就除555 85 75 所以5比8比7 然后接着呢 我们在这一边 她说 那个L跟M相差的是 750 然后她问她总共给了多少 OK so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L M 我们的L M M 然后还有total so 是5比8比7 他说那个L 跟M相差750的时候 那 是M的比他多吗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就是说我的M-L 8-5 是三分 三分750 她现在问的是她要的是总共 所以总共这一边 5加8加7是20分 所以我的total 会是等于多少 所以我的total呢 倍是等于750 乘20 乘20 除3 OK 嗯 5000 OK 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 我希望我新算 新算没有算错 所以我750 乘20 乘20 除3 OK 所以答案是5000 对 R M 5000 OK 好 来我们看一看她的那个答案 所以她答案是 呃 在这边 5比8比7 5000 然后3E 6CM 5比4 OK 嗯 所以5000 然后5比8比7 然后接着的是6CM 还有这个5比4 3E 然后还有6CM 嗯 对 都对了 好 好 好了 嗯 好